有些,但不太多 然後有很多飲品 芝士 對,鮑魚 今天我們難得去Liu Modern探朋友 所以可以去Hmas 其實探朋友都是藉口 所以... 藉口是藉口 現在身處這個位置叫做 Niu Modern 後面有很多人 你看到都是韓國不現狠的國民 應該是國民 對,已經在說韓文了 Niu Modern是小韓國之稱 其實整條街都是很多韓國的氣息 包括餐廳、商戶等等 都是韓國的人去開 NH Sense剛才門口經過 很快牌,也有韓文的翻譯 對,因為始終這裡太多韓國人 所以都要支援他們的需求 主要是這樣 剛才我們一邊走 其實也有很多韓國餐廳 目測有十幾二十間 有些很有名,我們都沒來過 對,有些很有名 吃刀六二、吃雞、炸雞 其實前面很多都是韓文餐廳 來Niu Modern 第一項目的就是去韓國超市 H Mart 由High Street走過去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我們一邊走會拍一下 High Street是怎樣的 有些什麼 希望可以帶大家眼睛去旅行 好,馬上去 Niu Modern是Greater London Zone 4 屬於Royal Burrow of Kingston upon Thames Postcode是KT3 究竟有多少韓國人住在這區呢 我們找來找去都只看到2015年的報道 說Niu Modern的人口當時有29,000人 不超過三分之一 即是有1萬個韓國人 大概七、八個就是北韓人 今時今日不知道會不會多了 為何會聚居這麼多韓國人呢 南韓上有三個說法 第一個就是70年代 南韓主英大使的官邸 就是在Lord Chancellor's Walk 第二個說法 當年Wimbledon的樓價高企 所以大批韓國人就選擇在附近的Niu Modern落腳 至於現在的樓價和發展來說 當然都是Wimbledon略勝一籌 第三個說法 方連Samsung的總部就位置在Niu Modern 有韓國公司在這裏 會帶動就業機會 不過Samsung總部2005年就搬去出市 我們從High Street走過20分鐘 後面終於是H Mart 剛才看到H Mart這個字 H Mart的意思是甚麼呢 H的意思是Han Le Loom 創辦人是一個韓國人 1982年開了第一間的士多仔 那時候就叫做Han Le Loom Han Le Loom有一個意思的 韓文翻譯到英文的意思就是 One arm food of grocery 整個都是甚麼呢 我想是滿載而貴 或者可以意味著這間店或商店 可以買到很多東西 H Mart的意思是 韓文H Mart是怎樣唸的呢 我知道呀 H Mart H Mart 我真的找過Google Translate 真的叫做H Mart 如果真的有些發音不對的話 你們留言給我們知道吧 H Mart在英國應該只有一間分店 後面這間你見到門面其實都挺簡陋的 不是說很fancy 韓國的東西通常都很fancy 但這間H Mart的門面好像是Warehouse 好像賣車的地方 周邊都好像賣車的地方 所以開始第一次來是覺得會不會害錯地方 對呀 但當然可能去韓國超市買東西 就不一定要門面很美才行 最重要是入面的東西很美 對呀 裡面的東西很豐富 最喜歡買甚麼 Best Buy一定是豆腐 為甚麼豆腐呢 因為在英國買新鮮豆腐很困難 基本上只有韓國超市 或者中式超市才有 當然本地的Sainsbury's 或者Tesco等等 都有豆腐賣的 好像維他奶那樣的包裝 OK好吃的 新辣麵呢 新辣麵當然是很需要的東西 所以新辣麵也是要的 對呀 尤其是我們平時沒有時間煮甚麼食物 新辣麵真的幫了我們不少 另外就是一個叫做 就是韓式辣椒醬 這個字 其實納入了劍橋的字典裡 可以看到韓國的文化 已經慢慢被歐洲歐美 特別是美國 他們都很接受 也慢慢由一個小眾變了主流 香港文化有沒有入到字典呢 都有的 在牛津寺典 Oxford Dictionary 是有叉燒 Yum Cha Milk Tea這些 香港文化都有入到 一個世界舞台裡面 既然你說開Milk Tea 我踢一踢 我們剛剛做了 Milk Tea王的訪問 裡面也有說到 香港的文化 是有人很想去盛傳的 不如我們進去看看吧 我們之後再撥Milk Han Han 中文字幕 国风中 好常用來丟周日子讓又往北 POL 喔每天 好就是 Anything 比較捨沒有 Yeah Since it's so close by After School Come here and get your fresh ingredients And go Way cheaper than London anyway 有很多然後, designed 不连近的地方 不连近的地方 可能连近的地方 或中央东西 所以你都要买到东西 所以你不能买到东西 所以是最好的地方 最新鲜的地方 如果我会在星期里 可能是100lbs 我的朋友们来到 但是 通常吃到15-20lbs 一天 你覺得是否有個韓式的市場? 很棒 如何是好? 全是好,因為你都可以吃到所有的食物 你會想說什麼食物 我們有餐廳 你喜歡的餐廳 我們有餐廳 你不可以買在普通的市場 我们有个Cogettes 然后有很多饮料 Chips Chips Pockies 我喜欢Pockies 所以什么是你的最爱? 我的最爱是Pockies 我喜欢Pockies 有什么好选择 你不能购买在普通市场 我们可以购买一些 一些但不太多 新鲜的鱼 虾 很多冬超没有冷冬的东西 普通市场市场 也有的 但有些不帮助鱼 不帮你收拾 所以就不太方便 它会清除 韩国超市和中超市分别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它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多些韩国人的东西 价钱上呢? 价钱上会贵一些 会贵一些 来了几次 每次都用了四五十磅 才发现原来可以申请会员卡 今次终于都问了职员 原来online是不能申请的 要职场填方 之后 洗完钱就可以儲分再洗钱 好了 好了 我们今次又去到H Mart 又是继续满了耳鱼 那上去买了些什么呢? 买了BBQ的用品 有炉 有牛肉 有牛肉 有煎饱 有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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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菜 好了 又是设计H Mart的意思 就是Halolume One arm full of groceries 整首都是东西 好了 今次我们去到小韩国的今集 就到这里 多谢收看 Vlog Mike H Mart H Mart 这间韩超创办人 1982年的时候 去了纽约 开了第一间 那麦麦会这样 我们真的买到整手东西 整个车都是东西 看一下 多谢 多谢 Hi 好了 我们又说这个车 有个人站在这里 那麽事 哈哈哈